我們現在開始要上有機化合物 第一個叫做什麼叫做有機化合物 古人的說法是 從前的說法是 東西分做有機跟無機 有機就是來自於生命 無機就是來自於無生物 古人的想法是 有機跟無機是兩個完全分開的 來自無生物的 不可能變成來自有生命的 有生命的可以跟來自無生物的不一樣 所以他們不會有石母空 可以從石頭裡面蹦這個猴子出來 所以不會有這種事情 因為石頭是無機物 猴子是有機物 無機物就不會變成有機物 這個是古人最早的說法 來自生命跟來自於沒有生命 可是有一位大哥 他在做實驗的時候不小心做出來 他不是要做這個 他是在做實驗的時候 不小心做出了尿素 青山甲無機物 硫酸胺無機物 可是尿素當時已經是來自有機物 尿裡面了嘛 來自生命 所以他就從無機物生出了有機物 因此就打破了這種生命跟無生意的界線 所以這個說法就被丟掉了 不用 但是名詞留下來 含碳的化合物 因為我們這些生物這些生命 我們在第二道就是叫做碳基人 是以碳為基礎 以碳為基礎 所以碳基人 所以我們就說 含碳的化合物叫做有機化合物 但是有例外 就是古人已經認為是無機的 我們繼續說他是無機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三氧化碳 這我不說的 碳酸鹽 CO3 所以我不應該講說三氧化碳 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碳酸鹽 就是什麼 碳酸鈣啊 碳酸鎂鎂酸鈉啊 碳酸鈉啊 碳酸鈉啊 還有一個有人可能沒有叫做氫化合物 氫化合物 CN 你看到中文那個氫那個字 你知道至少有毒 有這個字的都是有劇毒 離他遠一點 離他遠一點 氫化合物 所以要記得 所以要記得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啥叫做有機化合物 含碳的化合物叫做有機化合物 要記住第二件事 什麼事 誰例外 一氧化合物二氧化合物 碳酸鹽跟氫化合物 OK 這就是你要知道的事情 現在有關於有機化合物的定義 好 除了這個之外 最多的是有氫 很多都有氫 不是每個都有氫 但是很多的都有氫 那除了氫之外呢 還有一些氧氮流瓶這些東西 我們後面會告訴你 有機化合物的元素不多 可是種類很多 有原因以後再說 就碳氫跟氫 還有一些別的玩意兒 我們昨天做的實驗乾溜 什麼叫乾溜 隔絕空氣加熱 乾溜就是隔絕空氣加熱 叫做乾溜 乾溜 木材是可以燒的 所以要加熱是要隔絕空氣 否則就燒掉 否則就燒掉 那就得不到分解 所以要隔絕它 讓它不會燒 然後再加熱 然後分解 所以因為木材可燃 所以要隔絕空氣加熱乾溜 這上面 左邊這個圖是古時候的做法 拿個硬氏管 裡面塞木屑 上面再塞一個棉花 放去加熱 塞棉花就是為了要隔絕空氣 隔絕空氣讓加熱 可是這個實驗做完之後 我這個氏管會變黑黑的 很難洗掉 等於是做一次實驗就毀掉一根氏管 所以這樣就不錯 下面右邊我們昨天做這個 竹筷子包鋁膜的 這個是斯大化學系蕭赤隆教授 改良的實驗方式 竹筷包起來 拿去加熱 竹筷子包起來 拿去加熱 昨天做實驗的時候講了 要均勻加熱 然後要去點火啊 幹嘛幹嘛之類的東西 昨天有做過乾溜的實驗 竹筷乾溜的實驗 它的產物有氣態、有液態、有固態 氣態有液氧化碳、液氧化碳、氫氣跟甲碗 這裡面除了液氧化碳之外 其他全部可燃 所以昨天做實驗 你點火對不對 你點火 看他能不能點得早 那我們也講過一開始的煙能不能點早 不行 為什麼不行 它是水 水真氣 它是水 水 所以點不早 啊點不早 後來就這個月就可以點早了 所以液氧化碳、液氧化碳、液氧化碳、液氧化碳 今天夾碗 背一下 有什麼氣體 基本上重點是他怎樣 可燃 對於是他可燃 除了液氧化碳之外 其他全部都可燃 可是當年的學生 現在已經大惡了 當年學生做的實驗 火好 我很慌 火很慌 他們做的實驗可燃 可燃 可燃 好 這個男生在唸那個長根中醫 長根中醫 再來 還有所謂的液態產物 液態產物有兩個 一個是黑黑的焦油 一個是無色的醋酸 古人啊 歐洲人啊 以前不會做醋的時候 就這樣弄 不會用發酵吧 只要做醋就這樣弄 加熱出來 只要醋酸 所以昨天要你去試酸鹼劑有沒有 醋酸什麼性 醋酸 醋酸 黑色的焦油跟無色的醋酸 OK 然後還有一種固炭 一個黑黑的炭 木炭 木炭 黑色的木炭 好 那個我小時候有人告訴我 那個木炭就是 木頭燒掉以後剩下的叫木炭 哇 還有一種好奇怪 為什麼我的木頭燒就變成灰 他的木頭燒還可以賣我 還可以賣給我 那個燒是真的燒嗎 不是 那個燒是怎麼意思 乾溜 做個搖 木頭放進去燒熱熱的 蓋起來 燜在裡面乾溜 所以那個燒是乾溜 不是真的拿去燒 不是真的拿去燒 OK 黑色的木炭 不然有可燃嗎 對不對 所以要你說它可燃對不對 那你給我知道它是可燃 可燃 OK 這叫做物在產物 所以根據這個結果 根據以上的實驗結果 我就知道 筷子裡面至少有三種元素 哪三種 碳氫氧 碳氫氧 我知道裡面知道 因為最後剩下碳嘛 對不對 有碳嘛 有氫氣嘛 然後氫氣嘛 是不是 所以我知道 根據這個實驗結果 我可以知道裡面有碳氫氧 所以這叫做足物塊的乾溜 乾溜實驗 記一下固態產物 液態產物跟氣態產物 重點 氣態產物是可燃的 重點 液態產物裡面有個醋酸 是酸性的 重點 會有一個固體叫做木炭 就是炭 就是炭 請把它該背的給我背起來